最近在我后台很多粉丝朋友都问 什么时候才可以发生亲密关系呢 亲姐 其实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观念的 心理学他有个说法是这样的 男人他是先信后爱 女人他先爱了后他才会信 但无论是哪一种观念我们都得考虑的是 这个人他到底值不值得让你全身心的去投入 你要看的不仅是感情的浓度 那么最重要的是对方的人品和行为 他这个性行为 本身是两个人的感情的一个升华 但我希望呢 每一个男人在婚前行动这件事情上 你不要太冲动 最好在对方情投意合的时候进入才最好 但是呢 当你在你浓我浓的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穿着一条既粗糙啊 又没有品味的内裤了 有了大哥呢 他把这个内裤穿成什么呀 蕾丝了 还舍不得换 那么我就建议你试试这款莫代尔瓷石内裤了 你可千万别小瞧他啊 他采用的是最新的科技棉 柔软又轻敷 摸起来那是 手感是丝丝滑滑的 特别的舒服 好 重点来了 这里的内裤啊 他还配了两个小瓷石 在这个部位呢 拿开 这个部位形成一个微弱的瓷场来养护你 非常的舒服 你直接用黑科技来形容都不会夸张 那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另外还有这个裤部呢 是专门定制的一个温感科技棉 当你里面遇到潮潮湿湿的时候 这个小圆点他就会自动消失了 也就是说呢 他会把你里面的潮潮湿湿全部给吸走 让你那个里面呢 一整天都会干爽不粘腻 真的是很懂男人的一款内裤了 我跟你讲啊 只要你穿上这个内裤 我相信所有的女人都会被你迷到神魂颠倒 你相信吗 赶紧给自己换一个好一点的装备吧